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北京被日益孤立之际 韩国电影六年来首次在中国上 无国界记者发报告说 中国新闻业大跃退 福布斯全球百大权威女性蔡英文从37名跃升至第九 报告透露 80多万西藏学生被从汉语寄宿学校 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欢迎您收听亚太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8日相继宣布 两国将外交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 这也是继美国新西兰之后 再有五眼联盟国家针对中国侵犯人权问题 表达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意愿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蔡玲发自巴黎的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8日在国会下议院接受咨询时 被问到是否因中国人权问题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她说不支持杯葛体育活动 但现在没有计划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 约翰逊说 会实际的外交杯葛在北京的冬奥赛事 预期大臣级别不会参与 也不会有官员出席 我不认为杯葛体育活动是明智之举 这依然是政府的政策 除了英国澳大利亚包号也宣布 加入美国的行列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 坎培拉的决定是在与中国在一些问题上 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做出的 他并指出北京当局在新疆严重违反人权 以及拒绝与澳大利亚官员会晤讨论相关问题 也是促使坎培拉做出此一决定的原因 莫里森强调澳大利亚不会从坚决维护 自身利益的强硬立场后退 因此不派遣任何官方代表团出席北京冬奥 自然不会令人惊讶 但是运动员会参赛 莫里森说 他们非常不满澳大利亚确保强大国防力量的努力 尤其近期对我们建造核动力潜艇的决定 当然还有新疆侵犯人权的状况 以及澳大利亚持续提出的其他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先指出 中方没有邀请任何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 并批评澳大利亚将是否派官员出席冬奥 与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挂钩 充分曝露出澳大利亚政府对个别国家的盲目追随 不分是非 人权问题使得多国外交杯葛北京冬奥 而为了因应中国强推香港国安法 英国政府今年1月底开放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的签证申请 但是英国下议院7号否决了 放宽BNO签证移民法案的修正案 意味着1997年以后出生的香港年轻抗争者 仍然必须要以家庭为单位 和父母一同申请BNO的签证才可以到英国定居 下议院讨论国籍与边界法案的修正案 提出修改BNO的签证申请资格 建议容许18岁到25岁的港人 只要父母其中一方拥有BNO护照 就可独立申请BNO的移民签证 曾任内政部移民事务国务大臣 保守党的国会议员格林表示 英国政府为了港人提供BNO的签证移民法案 但不少25岁以下的香港年轻抗争者 没能符合资格按照这个途径移居英国 因此提出的建议是为这些年轻港人提供更好的保障 格林说 英国政府表示拒绝接受这个修正案 移民政务次长福斯特质疑 修正案有多项问题 包括不设年龄限制 被政府组织香港监察以及英国港桥协会创会主席 郑文杰表示 对修正案被否决感到失望 认为英国政府对年轻港人的帮助不足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本周三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正式宣布 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而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有近八成的加拿大民众支持对北京冬奥 实行某种方式的杯葛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柳飞 发自温哥华的报道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陆续宣布 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之后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 与盟友结盟很重要 我们一直关注中国政府不断违反人权的作为 这是为什么我们决定不派政府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 但运动员为了争取这个体育界的最高荣誉 已经努力了很久 我们仍将支持我们的运动员 外交部长乔美兰也补充说 加拿大很关注维吾尔族遭到压迫的问题 而七国外交部长十号会召开会议 他将在会议中向所有成员国和世界其他国家 进一步呼吁外交抵制北京奥运的重要性 他说这代表对中国违反人权民主的施压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从培武则在七号参加一场研讨会时 先警告加拿大不要跟随美国脚步 从培武批评西方所谓新疆维吾尔人 遭到种族灭绝的说法是世纪谎言 而美国杯葛奥运是把体育政治化 从培武还警告加拿大不要推出华为禁令 称这也是美国为了打击中国高科技发展而诬陷华为 他说美国甚至监视自己的盟友 才是对世界最大的威胁 他还说如果加拿大禁止华为参与5G建设 等于是向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发出错误的信号 不利于企业在加拿大做生意 特鲁多的宣布并不令人意外 因为除了盟友纷纷表态之外 加拿大国民的意见也很关键 加拿大安格列斯特民调公司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高达78%的加拿大人 支持对北京冬奥实行某种方式的杯葛 其中53%支持外交抵制 更有4成的国民认为 加拿大的运动员不应该出席北京冬奥会 加拿大前国会议员赵锦荣说 中国持续在外交上展现强硬作风 恐怕适得其反 绝大部分加拿大人都赞成在这个冬奥里头 有某一个程度的杯葛 这样战狼下去的时候 是产生了一个非常相反的一个作用 就算好像杜鲁多那么软弱的自由党政府 也不能够忽略加拿大人那份反共的情绪 加拿大保守党党领奥图尔 一直敦促特鲁多政府要抵制北京奥运 和禁止华为 外界预期沃泰华很快就会推出华为禁令 因为上个月工业部长商鹏飞已经暗示 加拿大在未来的人工智能上 只想与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打交道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在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之后 台湾仅30个非政府组织 本周三发起了人权顽固分子 抵制北京冬奥的活动 呼吁台湾政府跟随国际趋势 一起抵制北京冬奥 人权团体还计划于本周五 前往中国银行在台办事处 举行示威游行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黄春梅 发自台北的报道 抵制北京冬奥 抵制北京冬奥 boycott北京2022 boycott北京2022 发起人西藏台湾人群连线 扎西茨人理事长表示 70多年来藏人在中共底下非常苦难 宗教文化教育遭受破坏 现在中共开始找外国的YouTuber 拍出西藏人在中共底下 过得很快乐美好假象 这是中共试图要洗脑全世界的尝试 国际社会必须更加惊醒 由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的 这一场抵制北京冬奥活动 不仅获得27个台湾公民团体支持 包括民进党和时代力量跨党派国会议员 也加入声援的行列 武党级立委林长作指出 全世界都在贯注 维吾尔西藏香港中国境内人权受迫害的问题 台湾在印太地区扮演关键角色 这一些族群与台湾亲近 对台湾都有很深的期待 包括欧洲议会 包括美国 也都说他们将做外交的抵制的时候 台湾既然在国际社会 在印太地区都是这么关键的角色 我想我们没有置外于 这一整个行动的任何的权利 民进党立委范云细数 在中国人权侵害中性别相关的暴力 连国际知名的运动员彭帅 在为自己性别暴力发声时都被迫消失一个月 范云说国际多个国家外交抵制冬奥 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刻 国际社会曾经为了要讨论 要抵制纳粹德国举办奥运 最终因为亲信纳粹而没有抵制 后续发展证明 对人权的坚持一旦放松 就可能会酿成很大的灾难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易祥提到 台全会已经加入保护受威胁人民协会 瑞士与德国分会所发起的联署声明 声明中提到 中共治理下的人权侵害与文化灭绝 并且呼吁全球经济政治和贸易的领袖 面对中国极权压迫底下 全球任何崇尚自由民主价值的国家 都应该对中国侵害人权所不齿 告诉大家 人权顽固分子不是只有在台湾 全球的人权顽固分子正在集结 台湾人权团体也预计在10日 从中国银行步行到台北101前 抵制北京冬奥游行 以抗议中国的人权打压 并且呼吁世界各国包含台湾政府 一同跟随国际情势抵制北京冬奥 同时即日起到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开幕之前 也将在每周三中午在中国银行前进行快闪抗议行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近日韩国电影《欧文机》在中国院线上映 这也是时隔六年之后 韩国电影首度登上中国荧幕 据韩国消息人士披露 由于韩国没有参与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行动 中韩关系正在改善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乔龙的报道 中国与美国、日本、印度、澳洲、加拿大及欧盟等国关系紧张 与韩国的关系悄悄发生了变化 为制裁韩国部署美国萨德防御系统 被禁止在华上演的韩国电影 在相隔六年后进入了中国市场 12月3日欧文机在中国内地院线上映 这是自2015年复国者联盟后首部韩国电影在华公演 曾参与韩国总统选举的一名政治人物的家庭成员Wendy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说 文在寅上台后 韩国未参与对中国的制裁 义无发表以中国不友善的言论 在外交孤立下 中国希望发展以韩国的关系 她说 韩联社上周四报道 当被问及欧文机在中国上瘾是否可以成为两国正常文化交流的契机时 韩国外交官员表示这是可喜的进展 他们一有机会就在各种场合不断地向中方传达韩方在文化及创意产业交流方面的立场 希望磋商进展顺利 报道引述当地舆论猜测 这可能和韩国清晚台国安市长徐勋访华有关 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后引发中国强烈抗议 中国当时的制裁措施是抵制韩国在华的商业行为 Wendy对本台说 Wendy说 文在寅出任韩国总统不久前往中国试图修复两国的关系 但中方仅安排一位外交部副部长接待 时至今日 韩国却成为中国连接文明世界的最后一个窗口 他说 想见习近平可能想说何 不让他进北京 派了一个是外交部副部长 只让他去了一个二线城市 当地官员见了一下 这件事情其实韩国朝野也觉得是非常侮辱的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整个文明世界都来抵制中国 韩国就变成整个文明世界唯一留下的一个窗口了 目前中国已撤销对韩国的各项制裁就在上个月 多名韩国演艺界人士在中国社交平台新浪微博的账号被解禁 比如主唱郑融合 歌手杰斯卡等成员 一声等发帖 跟粉丝打招呼 前少年时代成员歌手郑秀妍 11月9日再度在微博发帖 韩国外交官员11月26日就西方国家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称韩国政府的基本立场一如既往 希望北京冬奥会对东北亚及全球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 为改善韩朝关系带来转机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 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等媒体采访时透露 他将以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主席的身份 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 文在寅所在的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 虽然在经济上倾向中国 但在关键问题上必须跟随美国 文蒂说 韩国政府一直在中美之间寻找平衡点 今年9月 中国外长王毅访问韩国 以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举行会谈 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时机 王毅说 由于现在疫情起伏不定 成为影响相关计划的因素 近期文在寅表示 愿和习近平进行非接触式会晤 即视频会议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本周二发布报告 详述中国政府如何加大力度打压新闻媒体与公众的知情权 以及香港的新闻自由状况急促恶化 报告作者艾伟扬告诉本台 中国当局的讯息黑洞 对本国人民和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个威胁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这份名为中国新闻业大跃退的报告指出 自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之后 北京加大控制记者的力道 不少记者因为调查禁忌话题或刊登被禁的资讯 遭到判刑或是失踪 中国打压讯息传播竞技红线也越化越多 敏感话题一个接着一个遭到审查屏蔽 北京也利用新冠肺炎作为加强镇压的借口 去年至少有10名记者和评论员 因为向公众通报武汉发生的肺炎危机而被捕 负责撰写这份报告的无国界记者组织 东亚办事处执行家艾伟昂就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政府加大信息审查 紧缩新闻及言论自由 使记者在中国实地调查工作越来越难 他说 街上的人都不敢跟你说话 每次你拿出麦克风或相机 警察都会来 你无法联系查证官方消息来源 实际上 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新的信息黑洞 就像北朝鲜一样 世界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我们在全球化的世界里 中国无处不在 一切都与中国有关 中国的审查制度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问题 也是全世界的问题 除了外国记者遭到恐吓驱逐 外国媒体的中国籍员工也成为打压目标 美国媒体彭博驻北京分社的中国籍新闻助理范若依 在去年12月7日遭到带走之后便无消息 至今已被中国当局直径一年 根据五国界记者组织的统计 中国有127名记者被关押 是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 依照该组织2021年所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中国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7名 除此之外 报告也扁明了香港新闻自由急速恶化 香港在过去曾经拥护新闻自由代表一次希望 但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一切都变了样 艾伯扬说 香港目前正以某种方式被中国消化 我们认为再过几年香港的情况可能会变得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 最将会是一个重大损失 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 香港苹果日报遭到停刊 许多记者也遭到拘捕和起诉 除此之外 香港公共电台香港电台也有许多作品和油管的视频遭到删除 今年9月香港电台也通过新的规定 要求记者支持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香港记协主席曾浪生就告诉本台 香港电台隶属于政府单位 管理的方式和一般传媒有些许差异 不过一般传媒在报道上仍有所限制 可能一受到中央人务办公室的一些人的指令 一些控制 一些指示 所以他们可能说东西 批评政府 都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完全的自由 艾伟昂说 许多驻华记者将20年前的时间称为黄金年代 调查访问相对不受限 报道审查的红线也不多 但当时的驻华记者仍有怨言 认为报道中国人权自由的议题受到限制 近年来中国新闻自由大跃退 艾伟昂就笑着说 这些记者永远不会相信有一天 他们会将那个时期称为黄金时代 只是多么的讽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台北报道 联合国国际人权日前期 美国民间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 本周二在华盛顿举办仪式 将2020年和2021年度的林昭自由奖 颁给了中国民主人士高之胜和张展 并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 敦促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张展获得林昭自由奖似乎是有冥冥之中的计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不自由 污宁死 好像是一句口号 但对张展来说 这是实践 代表仍在狱中的张展 林昭的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 朝雅学在大会上说 不自由污宁死 这句话正是半个多世纪前 林昭因为政治言论 被中国政府迫害致死之前 在地下刊物上发表的诗作 海鸥的副表题 另一位获奖人 因为用法律手段维护信仰自由 而常年被中国政府迫害 并至今已失联四年多的 中国律师高智胜的妻子耿和 也在会议上强调了高智胜 所追求的自由价值 争取人权自由是人之本性 深深不息 代代不止 不自由 污宁死 这便是高智胜们 在困境中仍然不屈不饶地 坚持的伟大价值的所在 会议上来了多位近几年 中国政府迫害人权的 代表性案例的当事人 包括长沙夫能案三名受害者 之一的成冤的妻子 施明磊与女儿 新疆裔人士张海涛的妻子 李爱杰与儿子 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 罗盛春 成都秋雨圣月教会 任瑞婷与丈夫彭然等人 这些仓会的人还远远不能反映 中国人权黑暗面的整体状况 一项关注中国人权的美国联邦众议员 哈特茨勒在会议上说 虽然现在中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委员会的数据库中 有大约一万名中国政府处于政治和宗教原因 而囚禁的良心犯 但这还不能反映中国人权的全貌 我们知道还有很多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 我们的名单中还没有包括那些被囚禁的藏族人和维吾尔人 这意味着还有上百万这样的人 傅希秋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中国事实上存在着人权危机 这次颁奖 不仅是向外界讲述中国人权危机的事实 傅希秋的愿望在会议上得到了强烈的回应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巴斯比表示 我们致力于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 让人权侵犯的实施者担负责任 包括金融制裁和签证限制等 并且我们寻求与思想一致的伙伴 共同采取这样的手段 他介绍说 美国今年与欧盟、英国和加拿大等国际主体 在同一天对新疆人权侵犯负有责任的个人采取了制裁措施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人所大使 萨姆·布朗巴克的回应 同样紧跟当下的形势发展 我们正好今天宣布了 要联合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广告统治 要求他们关闭新疆关押维吾尔族人的集中营 并释放至少18米良心犯 会场上热烈的掌声几乎打断了布朗巴克的发言 他继续解释说 他们是要求2022年冬奥会广告的西方赞助商 与自由站在一起 对中国政府提出要求 如果中国关闭新疆集中营 他们将继续提供广告赞助 如果中国否决 则撤回广告 布朗巴克表示 西方公司一方面说自己真是人权 一方面又在金融上支持这个进行种族灭绝的政府 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 但这或许正在成为现实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会议上介绍说 他曾要求可口可乐公司从人权角度 对中国采取商业抵制 但却遭到了拒绝 自由亚洲电台王允华盛顿报道 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政府强迫高达四分之三的西藏学生 入住寄宿学校 其中甚至包括四岁的孩子 西藏人权组织呼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 紧急敦促中国当局 叫停这种殖民式非人道的寄宿学校制度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流亡藏人组织西藏行动中心 12月7日发布报告显示 大约有年龄在6岁到18岁之间 多达80多万的西藏学生进入公立学校 必须学习汉语和接受爱党教育 和家人与社区骨肉分离 禁止践行自己的宗教信仰 过去十年间 中国政府系统性地铲除了地方学校 代之以中央化的寄宿学校 西藏的寺院学校和其他私立学校被关停 而民办学校的负责人和藏语老师 知识分子遭到抓捕 西藏行动中心的主任拉真哲同 对本台强调 中国在西藏建立的寄宿制学校网络 是殖民式的 剥夺了任何其他的教育选项 佛教是西藏人不可分割的生活方式 哪怕在21世纪的现代生活 佛教依然是我们文化传统中的核心身份要素 这种学校的设计目标 就是要塑造 改变 或者清除西藏人的身份 这是对西藏当代人和后代人的一场攻击 他们不会自认是西藏人 而是中国人 忠诚于中国共产党 但是这是一个谎言 当这些西藏学生进入社会 依然被中国的国家系统当作二等公民 他们不能在中国接受一流的教育 享有平等和成功 西藏民众对这种寄宿学校的抗议 会招致中国当局的威胁和恐吓 比如政府会派人多次会见孩子的父母 上述报告记录到 一位警察曾说 你们微信上的聊天都看到了 如果还不听话 我们就一个一个对付你们 小菜一碟 如果你们还是不接受这个政策 不送孩子入学 我们会视之为一种抗议 藏族学生在寄宿学校里面临着 失去母语和文化认同的风险 一位藏东教师表示 当地人必须将四岁 以及以上的孩子送到寄宿学校 而老师只说普通话 所有的学校课程都使用汉语教学 包括童谣和睡前故事 当他们七岁上小学时 几乎没有人会说藏语 一位曾经入学 因安全原因不愿透露真名的西藏人 对加拿大媒体《环球邮报》回忆到 他们学的内容都是汉语 学的历史全是围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甚至包括世界史 近日有泄密文件显示 在中国政府强行同化新疆宗教少数群体的行动中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发挥了直接的作用 而折同推断道 过去几年 习近平多次公开讲话 要求在西藏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政治教育 我们认为 技术系统是由北京最终下达的命令 更确切地说是来自习近平 他和其他中共高官由上至下地指导了这个政策 自由西藏学生组织的活动主管多马对本台表示 这些孩子被国家暴力抢占的童年让人心痛 在我的童年 6到18岁的年纪恰好是形成自我认知的阶段 发掘自己的记忆 家庭和文化 中国强迫一个6岁甚至更小的孩子 要在一周内的5到7天都生活在国家经营的寄宿学校 唯一的结果就是他们会忘记他们是谁 忘记自己作为西藏人的独特性 一代西藏人中就有八成人完全失去了语言文化和家庭纽带 西藏人的身份认同会显著下滑 上述报告的研究员发现 西藏寄宿学校的孩子们经受着严重的感情和心理创伤 包括身体和性虐待 种族歧视和政治洗脑 有西藏女学生目睹了性侵和殴打的案例 校内外的男生甚至男老师可以经常闯入女生宿舍 老师生气的时候会用椅子 铁棒 棍子等任何东西打人到流血 殴打是如此的严重和频繁 他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之中 这三年的初中生活完全是一场噩梦 那是一种身体 情感和心理上的折磨和精疲礼节 2022年北京冬奥即将开幕之际 哲同指出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的外交抵制还远远不够 运动员 赞助商和国际社会 不应该视之为是可以奔赴北京的绿灯 旧亚洲电台记者薛晓珊 华盛顿报道 恒大的债务危机尚未平息 深圳房地产龙头企业之一的佳昭业集团 旗下有多个物业项目 也出现了欠薪和停工问题 有媒体统计 佳昭业境外发行的债务规模仅次于恒大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郑日瑶的报道 出现烂尾的广州家招业一号 卡巴商原本和业主约好在11月30日下午4点 上讨延期交付和赔偿犯案 不过到当天6点 仍然不见家招业代表 有业主压抑不住情绪 在售罗处鼓噪起来 更和保安拉扯 也有被拖欠薪金的工人卧底抗业 据央视财经报道 业主在2017年买入家招业一号一期的单位 合同原定将于2019年12月可以验收 2020年底会装修好并交付业主 但是家招业一直拖延交付日期 至今仍然无法交受 连日以来 业主继续到家招业维权 有人穿着鞋上烂尾家招业不要收楼的衣服 但是一直得不到家招业的回应 甚至有业主泪洒现场 有业主批评 家招业一直不作为 让他们无所适从 也不给我们收楼 然后现在小孩子也没有落实这个学位 没有书读 就不知道怎么办 能不能交楼的问题 家招业已经不敢再提了 甚至能整个赔偿方案 他都没有再提了 业主连番到家招业办公楼 追问赔偿方案 不过有业主发现 根据购房合同规定 他们成功追讨赔偿的机会很威 因为同一份合同 对于延期交付的赔偿方案 就有不同的规定 买房的时候 我们也问过有没有赔付这一款 然后当时的销售就告诉我们 如果真的延期的话 按照每日的万分之五赔偿 但是后来 到了赔付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后面它非常非常多的那种 补充条款是不赔付的 合同原本规定 回月金是每日按房价的 0.05个百分比 后来合同的补充条款 又修改为0.02个百分比 并规定 回月金上限为已付房款的 一个百分比 之后 家招业要业主签署一份文件 说在某些政策影响下 开发商可以顺年交付 而无需承担任何违约和赔偿责任 除了广州项目出现烂尾之外 家招业旗下多个楼盘 近月也出现欠兴停工的问题 在广州白云区小平村的地盘工人表示 公司承接家招业七八个项目 在清远 南沙 中山的地盘都已经停工 因为我们那个老板 他长期跟着加热业做的嘛 基本七八个工地 那么清远的呀 那个南沙的呀 中山那边的都停了 包括我们现在都是 现在目前所进的料都是做完的都不做了 基本上都走了 我过来两月了 我们八个人就拿了一万块钱 今天我们老板还上那个 上那个黄埔那边 那个家招业那个地方要钱去吧 有工地主管表示 家招业已经拖欠工资三个月 不计算建筑材料费 但是工人薪金 已经拖欠一千七百多万元人民币 没有啊 就是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啊 天天住在这里 吃饭前啥钱都没有 都不发 工人也都没发 一直扛到这里 咋扛住啊 面对债务危机 家招业集团周三在香港开市前停牌 暂时不知道停牌的原因 据彭博统计 家招业频频在里岸市场发债 流通中的美元债券 规模约达116亿美元 彭博形容 是中国房企中第三大的美元票据发行生 为其在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中仅排名27位 至于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恒大境外债券约为190亿美元 另外 家招业周二有4亿美元债券到期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一批持有面值约50亿美元的家招业债券持有人 将家招业发出正式宽限建议 以争取时间避免家招业违约 值得一提的是 家招业曾经在205年成为首家美元债违约的中国开发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瑞瑶香港报道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本周二表示 美国会采取一切可能的威慑与外交行动 避免中国通过武力行动侵犯台湾 有评论认为 这是美国向中方传递的明确信号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 在美东时间7日出席白宫就美俄元首视讯会议 举行的媒体简报会 有媒体提问 有一些观察家描述了一个噩梦般的状况 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同时 中国已武力侵台 美国是否准备好应对这种情况 沙利文回应表示 美国将从威慑与外交角度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行动 确保刚才描述的台湾情况永远不会发生 并试图避免和阻止乌克兰遭到入侵 这是我们现在的政策目标 也是我们正在采取的步骤 沙利文强调 这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的信息 沙利文指出 关于台湾在过去八个月里 美国在印太地区所做的努力 也都是为了避免中国选择入侵的情况发生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八日回应相关应讯称 拜登总统从上任以来 美国已经多次强调对台湾的支持坚弱磐石 并且以实际行动持续力挺台湾 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 接受本台访问时提出 从特朗普后期到拜登政府 他始终认为美国是建设性战略清晰 也就是在战略模糊的背景下 尽可能把底线画出来 资深媒体人郭崇伦分析 沙利文讲话的背景是在美俄领袖峰会之后的简报 被问到美国是否有能力应付两场危机 郭崇伦认为美国在20年前毫无疑问 有这个能力可以同时应付两场主要大的危机 一边先求胜以后 一边先维持不胜不败合局后 再抽掉力量全力集中在另一边 但是现在有没有可能应付两场主要的战事 是有疑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斌在例行记者会回应 沙利文涉台言论表示 美国相关表态再次证明美国印太战略不针对第三方的说法 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了2021年度全球百大权威女性名单 台湾总统蔡英文从去年的第37名 跃升至全球第9名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台湾称为不笔式 公布2021年全球百大权威女性 台湾总统蔡英文再度入榜 更从去年的第37名飙升到了全球第9名 媒体也对比 8日正式卸下16年德国总理一职的默克尔 则跌出榜外 福布斯指出当前两岸关系正处于数十年来最紧锋 蔡英文总统寻求在地缘政治棋局中捍卫台湾的民主 排名升到了第9 去年台湾透过了制定严格疫调追踪计划 避免大规模的感染 蔡英文在COVID-19时期的领导也被视为全球的典范 今年排名第一的是慈善家史考特 她是美国网际网路巨头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佐斯的前妻 也是当前全球第三富有的女性 福布斯表示 史考特不仅运用她的巨富支援行善的非盈利事业 也挑战了这个国家积累财富和权势的方式 而今年初就任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则排名第二 她是美国历史上政府职位最高的女性政治家 第三名则是欧洲中央银行总裁拉加德 与第八名的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都是欧盟的官员 对于蔡英文在一年之间晋升了28个名次 首度进入了前十大全球权威女性 台湾女权推动者 现职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的季慧荣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 蔡英文总统因为在我们两岸这么紧张的当中 全球有看到她的表现 我们不卑不抗 然后她非常应该是说稳 然后带领在这么样的一个冲突紧张当中 怎么样去赢得世界勇人的一些支持 或者是看见 我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季慧荣解读名次的背后反映这个时代 疫情和两岸紧张 都是现在世界面临的问题 蔡英文的表现令外界刮目相看 也让全球看到台湾 我们在COVID-19期间 我看到蔡英文的表现 也是非常的稳 然后带领台湾 怎么样在防疫的过程当中是有成绩的 这也是让世界各地很羡慕台湾的原因 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瓣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 蔡英文获选不比是排名全球第九名权威女性 跟美中之间竞争的大环境有关 因为美中竞争 台湾成为重要的焦点 加上蔡英文在双十国庆的讲话 令外界感觉能够蛮强势的主导一些议题 在世界上开始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 取得国际的能见度 丁树瓣说 美中竞争里面其实台湾的议题每天被报道 每天被全世界的人注意 乃至于普丁都讲话了 上次有记者问他普丁也都讲话了 此外美东时间9号10号将登场的美国民主峰会 美国在台协会脸书引述美国白宫资深官员 在7号民主高峰会电话背景的简报 说明台湾参与民主峰会的意义中指出 我们视台湾为领先的民主政体 台湾在促进更为透明 反应敏捷与充满活力的民主方面 拥有丰富的经验 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范例 我们也是台湾为防堵假讯息的最佳实践 台湾并善于利用新兴科技 提升政府治理的透明度与快速的反应 该名美国官员并强调 台湾参与民主峰会是基于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个联合公报 与对台六项保证为指引的一个中国政策 我们认为台湾可以对民主高峰会的目标 做出有意义的承诺 包括防范威权主义 打击贪腐 与促进国内外的人权目标等等 因此 这就是为何台湾在本次高峰会上被赋予如此的角色 此外 台湾美国商会9号晚间 则在台湾总统招待外宾的台北宾馆 与台湾外交部共同举办台湾美国商会 70周年庆 台湾美国商会会长金其伟致此表示 今晚我们不仅要庆祝我们为台湾商界服务的悠久历史 还要庆祝我们组织 最近从台北美国商会转变为台湾美国商会 新身份更好的反映了我们的会员范围和我们在台湾的活动 并激励我们在多年前进一步发展 回顾过去70年商会为我们在推动台湾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 以及促进台美经济关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 蔡英文总统致辞则提到 在台湾挺过历史挑战的过程中 台湾美国商会一直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不可或缺的伙伴 台湾美国商会不久前 曾致函美国白宫和国务院预请 美国政府优先提供台湾疫苗由此可见双方的情谊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晓华 李宗翰 台北报道 香港的公务员队伍一向以清廉简称 但近日再有媒体披露 两名香港入境处的高级官员 接受恒大公司赠送的贵重礼物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此表示 将会对该事件予以调查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郑日瑶的报道 最新爆出丑闻的主角 是香港入境处副处长郭俊峰 和首席入境事务主任汪琪 他们都向传媒承认 曾经接受恒大执动 香港公司总经理黄贤贵 派人送来原价3388港元的酒店中秋礼物来 两个人都没有申报 并说他们和黄贤贵是友好关系 没有任何公务往来 没有利益冲突 香港立场新闻周二报道 今年9月17日 有人看到一名恒大集团司机 驾车到政府宿舍 并把礼物栏送到郭俊峰居住的单位 屋内有人接收 该名司机其后返回恒大总部 再领取另外一个礼物栏 其后驾车到火炭华翠园 报道说 司机把礼物栏送到汪琪居住的单位 一名女子开门 叫她把礼物栏放进屋内 其后打赏50元现金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周三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 相关部门会调查事件 相关官员其实已经解释了 相关官员其实已经解释 入警处也会做出调查 我想等调查有结果 大家可以再讨论这件事 做官员的解释 当然我们会做出调查 调查过后 我相信就会有结果 入警处回应记者查询后 发出新闻稿 说有关人士 12月5日 接获传媒对事件做出查询后 已经及时向入警处处长汇报 表示两个人曾经在传统节日 收取私交友好送出的物品 但双方并没有公务往来 而其价值也没有超过相关规定 所以没有做出申报 入警处表示 拯救事件做出跟进 并强调 一项十分重视属下人员的行为操守 如果发现有任何人员 有违法或者不当行为 该处会依照相关法律 以及既定程序 做出严肃处理 根据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三条 公务员未经许可接受利益 及属犯法 而根据接受利益公告 公务员可接受私交友好 在节日或特别场合 比如结婚 生日 给予总额不超过三千元的利益 前提是 送礼人和受礼的公务员 所任职部门 没有公势往来 香港联政公署 前种调查主任 查西伯表示 事件观感不交 至于双方能否完全撇清公务 也难以排除双方 踏入有潜在利益冲突 根据条例 普通朋友可以收取 不多于一千五百元 如果是私交好友 不多于三千元 但法律精神 不是说你三千元以下 两千九百九十九 也可以收取 不是这样 法律的精神是叫你不要收 不是公务员可以随便收 很大经常都要赠配额 引进人员到岗 是要经过入境处 这是否业务往来 对不 如果他受了利益 再替对方做事 或者是替人家做事后送礼 就一定不可以收 因为触犯了防止贿赂条例第四条 他促请入境处 交代两个人 和恒大在公务上的关系 更理想的 应该交由独立机构调查 今年中 香港传媒也揭露过 身兼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 入境处处长欧嘉宏 海关关长邓一海 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 今年3月出席湾仔高级私人会所 约10个人的饭局 违反当时的唐十四人限聚令 三人事后 各被警方罚款5000元 而款待者也是恒大集团高层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郑热瑶香港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闭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 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 为普通话部和粤语部 特别开辟了 伪赘为.onion的暗网网址 中国大陆的读者 可以借助此网址 匿名访问本台 新冠病毒爆发之后的一个月 中国民众怀抱着对真理的渴求 勇猛地翻越防火墙 自由亚洲电台 普通话网站访问量暴增 社交媒体粉丝数 也取得历史性突破 自由亚洲电台目前有三个暗网网址 英文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斜线english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中国已经连续四年被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评为侵害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 为了抗衡中国政府的高压封锁 自由亚洲电台如今 也加入一些其他国际媒体的阵营 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包括香港民主抗争运动 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等少数群体 所遭受的严酷迫害 读者可以使用基于火壶的洋葱浏览器 匿名访问以上网址 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 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 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 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节目最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 国际民主峰会即将召开之际 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国政府 立即释放维权人士郭飞雄 并且允许他前往美国照顾病重的妻子 据悉郭飞雄在致信中国总理李克强 希望当局允许他出国 照料罹患癌症的妻子之后 上周日被抓 目前下落不明 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回复本台查询表示 美国对郭飞雄遭拘留深表关切 对当局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感到震惊 并呼吁中国当局尊重基本的公民权利 据香港民意研究所 本周发布的一项立法会选举调查显示 高达86%的民主派支持者认为 这次立法会选举当中没有人值得支持 调查中有36%的人倾向于不投票 这一比例比11月中旬的调查上升了3% 该研究所负责人表示 调查显示这是近年以来受访者投票意愿最低的一届 发映出香港市民对所谓的一国两制信心不足 据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布丹已向印度表明将不在即将与北京进行的边界谈判当中 承认中国对洞朗高原的领土主张 据悉 洞朗处于中国 印度和布丹三国边境的交叉口 2017年 中印两国在洞朗地区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对峙 消息人士表示 中国此前曾提出 以布朗控制两国有争议的北部边境地区 作为交换洞朗高原的条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